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是金角大王 银角大王 其实他们的本事并不大 但浑身装满了宝贝 有紫金葫芦 玉枝镜瓶 黄金绳 七行剑 八交扇等 但是银角大王并没有这些宝贝 就把孙悟空弄出泪如雨下 银角大王出来寻山 正好碰到唐僧师徒 他本想直接抢 但又怕孙悟空的哭丧吧 于是他变化成一名富商的老道 看到唐僧的马过来 立刻扑过去碰子 一边哀悠哀悠的叫不停 唐僧慈悲心肠 决定救他一救 可他却说立不起来 坐不了马 唐僧只得叫杀和尚托他 他又说被蒙虎虎怕了 见不得晦气四脸的和尚 唐僧只得安排悟空背他 孙悟空当然明白妖道的心思 但他却不怕 心想 拖他到没人的地方 直接灌死他娘的 但银角大王显然知道他的心思 在他还没动手之前 就念动真言 将一座须弥山潜在空中 劈头来压行者 孙悟空感到头顶生风 慌了把头偏了一片 正好压在左肩背上 他笑道 我的儿 你是什么重身法 来压老孙女 这个斗也不怕 只是正丹好挑 偏大难挨 这妖怪心想 一座山压他不足 于是又念咒语 把一座峨眉山潜在空中来压 行者又把头偏一片 压在右肩背上 看他挑着两座大山 飞行去赶师父 这妖怪看见 吓得昏 身是汗 想不到他会单山 于是 又把真言念动 将一座太山潜在空中 劈头压向孙悟空 孙悟空立刻力软金马 动得不得 直接被压得三师神掌 蹊跷正逢 动弹不得 想当年 孙悟空大闹天宫 是何等风光 后来被如来骗 压在了五行山下 不过 如来好歹是佛祖 即使被压 也不算丢面子 他原以为脱离了五行山 从此天下没有人再能够用山压他 哪知 刚随唐僧没往西天路走极站 这名小小的银角大王 就换山来把他压住了 怎不让他心惊和害怕 他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忍不住泪如雨下 师父啊 想当时你到两界山 接了鸭铁 老孙扑了大难 并交沙门 敢扑洒赐予发指 我和你同住同修 同人同相 同见同知 乍想到了此处 遭逢魔障 又被他前山压了 可怜 可怜 你死该当 只能为沙僧 八戒与那小龙画满一场 这正是树大招风风汉树 人为名高明丧人 二孙悟空的痛哭 惊动了山神土地与空中随行的五方接地神众 会金头接地问 这山是谁的 土地道 是我们的 你山下压的是谁 土地道 不知是谁 接地道 你等原来不知 这压的是五百年前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孙悟空行者 如今归一正果 跟唐僧做了徒弟 你怎么把山界与妖魔压着 那山神 土地才怕到 为时不知 只听得那么头念起前山咒法 我们就把山仪将来了 谁晓得是孙大圣 于是赶紧念动真言 把山仪走了 从这端对话可以看出 银角大王虽然没有如来画掌为山的本事 但却能把三座大山移来移去 这三座大山可不是普通的山 在佛教可谓大大有名 须弥山是佛教重地 大千世界中的小世界 住着若干佛教大那 峨眉山则住着释迦牟尼 创建佛教的合伙人普贤胡贺 而泰山是五月之首 住着冬月大帝 排于玉清元公之第二位 为盘古王的第五代孙 这名小小银角大王 有多大面子 可以把这些大拿的地盘搬来搬去 孙悟空以为是这些山神在作怪 跳起来拿出金箍棒来就要打 山神土地赶紧叫去 说好了一开山就不打的 这下为何要打 孙悟空道 你们不怕老孙 却怕妖怪 土地说 那么神通广大 法术高强 念动真言咒语 虚幻我等在他洞里 一日一个轮流当直立 看倒霉 山神土地也是一方行政长官 相当于今天的乡长 居然被两名妖怪弄去当通信员 呼来喝去的轮流直板 简直太牛逼了 孙悟空挺见当直的二字 也与我等一样吃惊 他仰面朝天 高声大叫道 苍天啊大地啊 自那混沌出风 天开地屁 花过山生我 我也曾遍放名士 传授长生秘诀 想把那随风变化 拂虎降龙 大闹天宫 名称大圣 更不曾把山神 土地欺欣使唤 今日 这个妖魔无状 怎敢把山神 土地换为奴仆 替他轮流当直 天啊 既生老孙 怎么又生此辈 三这金角大王 银角大王是什么角色 虽然把孙悟空整得泪如雨下 还发出寄生于何声量的感慨 其实 他们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腰 只是他们的后台大老板厉害 后台大老板是谁 太上老君事业 他们其实就是太上老君烧锅炉的童子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两个小打工仔 孙悟空后来用哄 用骗 用打 把这两腰的宝贝全骗到手 并用瓶子 葫芦把他们收了 正准备结果他们性命时 就听天空中传来一场喊 刀下留人 原来 是大老板来了 要拿走宝贝 就两童子 孙悟空自然不高兴 他还没复仇呢 于是则问老君 你这老官 着实无礼 重放家属威胁 该问个前属不言的罪名 但是太上老君怎么说 不干我事 不可错怪了人 此乃海上菩萨们 我借了三次 送他在此脱化妖魔 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 麻达 一直以为是别的大老板欺负自己 弄来弄去 才知道是被自己老板欺负了 孙悟空还付什么仇 这个时候 孙悟空才明白了一个道理 被朋友出卖 伤心 被家人出卖 痛心 被老板出卖 才是真正可悲的事 因为他不仅毁掉你的前程 还毁掉你的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